教鬼妇人唤起萨姆尔的那个事情 传统的理解是绝对不可能 一般是那么认为 保守的神学认为 我以前也是那么认为 绝对不可能是萨姆尔 一定是魔鬼伪装的 为什么 拉萨路和财主和拉萨路那个事件 阴间和地狱什么之间 不能灵魂去了就去了 不能随便出来 第二 招魂的人也不可能有那个法力 竟然上帝给打发 死的人死后必有审判 死了就定局了 下了地狱又随便 这个佛教的那种概念 什么贿赂阴间的使者 把灵魂又暂时放出来 见见亲人 那种可能性不太好 不太可能 所以一般的原理是 我们说不对 这个不是的 但是如果我们学了诗经法的时候 我们诠释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留意 圣经这个题材什么 叙事题材 那他圣经作者 在记述这个事件的时候 他没有附加额外的说明 而且真的就是 撒末尔说如何如何 然后撒末尔说如何如何 就把撒末尔这个招上了这个人 就描述成撒末尔 所以这是圣经所谓的叙事题材 narrative的题材的特性 他就在描述事实 圣经作者在阐述这个故事的时候 他就把它当作事实来描述的 所以也没附加说明 他不是在解释某个数件 或者寓意或者幻象 他就是在讲述一个事实 所以我们根据这种题材 圣经作者在认可 这个是撒末尔的时候 我们就应该把它当作撒末尔 这是解经的原理 传统圣徒们不理解是因为我们可能根据其他经文等等 圣经的一般的通则包括我们对圣经题材的解释法的缺乏的知识 所以忽略了这方面 如今我们知道了原来是这样 但是招出来的那个结果不是依赖交鬼妇人的能力 而是上帝可能特别的护理 个别的允许了这个事件 所以大家不要说 既然圣经记在交鬼的妇人可以把亲人招鬼 好吧 我想我爸爸妈妈了 想我爷爷奶了 想我祖爷爷了 我就找个交鬼的去让他招出来 第一我们是在犯罪 第二你太高估这个交鬼的妇人本事了 所以解经需要一些解经原理 给他解释 当然他消化需要过程 但是要跟他讲 因为我们以前是完全解经方面 这个基础知识原理方面是空白 所以给他解释可能需要时间 因此大家讲道的时候 一定要带出你的解经的原理和方法 大家听的时候就知道 原来这个经文要这样理解 你的讲道里面已经带出了你的解经法 解经的甚至一些大概的环节 这个经文如何处理 你是如何理解这个经文的 这个为什么这么讲 不只是宣告结果 甚至涉及到一些背景 题材等等文脉 分析 对不对 为什么这么解释 上下文你在解释给大家 这种解释是 这个经文真正的意义的时候 一定带出你的解经法 所以讲道里面 虽然我们的讲道不是注释 但是一定会带出 你的圣经解释的那些方法 所以信徒在听你讲道的时候 不只听到一些结果 还跟你学如何去读经 理解圣经 这是这样的一个话题 我说别说是什么 我觉得你 Haric 你还不信任 你的读经 你能否则